乾隆帝的孝依皇后魏家氏,不仅是乾隆后宫的声誉冠军,四子二女更是留下画像最多的后宫嫔妃,不论是在纪时的庆典画卷中,还是在变装秀的仿古行乐图中,只要有后妃入画,基本上都能看到魏家氏的身影。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家氏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乾隆十年,1745年,十九岁的魏贵人进封令品,作为一公主位,画师奉旨会制两幅令品及幅肖像画,其中一幅被乾隆帝收录在新写制评图中。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一幅描绘乾隆帝邪孝贤皇后和部分妃品,在大年三十首岁场景的图中,出现了令品魏家氏的身影。 尽管此图曾被修改过,是用令品替代了原本出现的季后,但无论怎样,在此后乾隆帝大量的宫廷绘画中,凡有后宫嫔妃出现的画卷,定会出现令妃的婀娜身姿。 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宫廷画家郎氏宁绘制的遂昭图中,乾隆帝邪皇子、皇孙及后宫嫔妃以上的主位,一起喜迎新春。 花团锦簇的后宫仲妃齐及一堂,27岁,并未淡于一耳伴女,却也被晋升妃威的魏家氏,俏皮的躲在红柱后。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30岁的令妃但遇她第一个孩子,皇妻女开始,令妃的出境频率愈发不可收拾,说明乾隆帝对令妃更加青睐。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宫廷画师金廷彪奉旨绘制了一幅侍女簪花图,画师以令贵妃魏家视为侍女原型,展现了后宫女子晨起梳妆的日常。 画中对静礼妆的侍女在体虚俐弱的身姿中,显现出娇柔典雅的娟秀气,这是一幅特殊的美人图。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身怀六甲的令贵妃魏家视隋驾,承得避暑山庄。 她的身影出现在了反映清朝皇帝重要政治活动的塞宴四世写实画卷中。 此图同样被修改过,实为令贵妃的魏家视替代了季后的位置。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十五岁的令贵妃随驾原明园,宫廷画师奉旨,将贵妃对静簪花的场景记录了下来,并且与乾隆帝公愿行乐图相对应。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令贵妃又一次出现在乾隆帝公中行乐图中,这幅图也被裁剪过,裁掉的应该是季后,无不例外。 替代季后位置的是令贵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十五岁,已被禁封为皇贵妃的魏家室,在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中。 四年后,四十九岁的令皇贵妃宫氏,后被追封为孝依皇后。 魏家室从魏贵人令贫、令妃、令贵妃、令皇贵妃,她的晋升如同她的画像,贯穿了整整三十年。 她是乾隆帝后妃留有孝像最多的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